南部最近这几天遭墙降雨侵袭 导致第一大城雪梨部分地区泛滥成灾 到处都是一片汪洋 为了民众的安全 新南威尔斯省相关单位下令数千人撤离 并全力展开救援行动 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从洪水中救出将近30名受困民众 另外澳洲气象局表示 未来两天东南部地区还会降下豪雨 灾情恐怕会持续扩大